40多年前的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了三个学生 年纪最大的叫做黄鸿生 最早出来创业去香港做了一家公司叫做创伟 年纪最小的李东生在国企外企赚了好几年 带着自己的企业开始做电视摇控器 这家公司后来叫做TCL 还有一个叫做程伟龙 中规中矩的接受了分配 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子企业里面上班 因为能力突出最后做到了总裁 这家公司叫做康家 当1978年他们作为同学进一个班的时候 肯定想不到20多年后 他们三个人竟然在命运的齿轮之下 走向了同一个地方 中国电视行业 甚至占据了中国采电行业的半壁江山 还剩下半壁再倾倒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某人大代表说近五年电视销量少了1300万台 大家猜这个某人大代表是谁 竟然是TCL的老板李东升 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心酸 想问问大家你们家上一次打开电视是哪一天 有很多人可能半年都没开过电视 话说回来 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 电视行业是过去30年 中国高端制造行业第一个破局 或者说第一个和国际大产正面硬钢 并且获得完胜的行业 即使哪一天这个行业真正的走进了历史书里面 或者统计年鉴当中 它依旧是中国制造业崛起 打响第一枪的手工制成 之所以有了电视行业的完胜 才会有后期的全面反潮 产业链的带动国家政策的扶持 社会资本的涌入 不夸张的说 电视赢了之后才给后面像手机啊 汽车啊等等各个行业赢的一个信心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想看看当年联手创造 这个奇迹的三位华南理工的电视大佬 现在都怎么样了 结果不看不要紧 一看我去 害得是你们厉害呀 咱一个一个说哈 李东升依旧是大佬啊 甚至在去年的富行榜上 还是能找到 以80亿的财富位列第700多位 不过他的企业呢 已经不仅仅是家电了 还多了两家这样的企业 这家TCL华星专门做液晶显示屏的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和京东方 还有这样一个企业 TCL中环做光伏设备的 市值最高的时候达到了2000多亿 属于全球前五的光伏企业 半导体加新能源 嗯没错啊 液晶显示屏属于半导体行业 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光伏也属于半导体行业 光伏是通过半导体材料硅 产生光深福特效益 这个就是光伏了 好不用说了 李东升估计还将在这个江湖里面风云至少十年啊 再看看另外一位大佬 黄鸿升 依旧呢 还是富豪宝的老板 那资产达到了100多个亿 而依旧保持这个水平的重要原因呢 就是在他旗下的创围 依旧还是全球领先的电视企业 多领先呢 中国第四全球第五 不过有意思的是 已经60多岁的黄鸿升前几年复出了 干嘛呢 做新能源车叫做创围汽车 不过现在新能源车行业 比他当年杀出来的彩电行业可卷太多了 貌似创围汽车的销量也不怎么好 不过他的选择倒是挺有代表性的 新能源车 也属于新能源行业 再来看看最后一位 陈伟龙 其实啊 他是最愧的 为啥呢 当年TCL康家创围三兄弟 打的天昏地啊 他是第一个胜出的人 那曾经做到了中国第一的出货量 但是呢 因为内部原因 他从康家暗然离止啊 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大富豪 后来创业呢 做手机的电子元件 电容器 不过当时捆绑的企业是精力手机 最后呢 也是一地鸡毛 虽然企业上市了 但是最后并没有获得多少财富 然后也没有吃到多少肉 不过好在至少在做电容器这一方面啊 他们还是有技术的优势 这几年呢 又开始了新的创业 只是这次他们做的是车轨级的电容器 又是新能源车 对吧 这哥啥啊 兜兜专专 最后呢 又在新能源行业里边相聚了 当然肯定有人说啊 李东升是光伏不属于新能源车 不算 你猜猜 中国那么多新能源车 动不动就给车上装上所谓的三联屏 你说有多少这样的显示屏是TCL华星生产的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 时代在变 虽然有些人没有变啊 我就特想看看三到五年后 李东升在说到电视行业的时候 还会不会这么在意销量 还是说他已经会转到新能源行业去说了 最后大家猜猜中国电视卖的最好的三家是哪三家